其实有很多粉丝他都特别想要听我的纯音乐 我在想有没有一个合适的办法 把我的真的好听的一些纯音乐可以展现给大家面前 所以跟Chemaine就是有缘分 把这个缘分系列的主题曲给拿下 然后给大家听我的第一首纯音乐的歌曲 其实表达的方式有很多种 有一种可能是人来完成所有的拍摄 但是人在完成拍摄的时候有很多东西他是做不到 用动画的方式可能更加能够让别人直观的感受 或者是看到很多不一样的美感 对就在欣赏这首歌的同时也可以看到一些画面 出现的效果会让这个东西感觉会更加立体 整个这个音乐是以前就有了 一些粉丝肯定会知道有一首叫大海的歌 这首歌一直没有成型也没有面试给大家 但是大家都好像很喜欢那首歌的音乐 然后我就回去把它完善 在完善的过程中间我就在想 我在音乐的整个的流动的这个波形里面 我就找到了一个特别不一样的故事 而这个故事正好又跟Shawman的缘分系列的首饰呢 又非常的契合 这样的话就把我就把这个故事这样就告诉了Shawman 我把一些具体的画的一些图案什么的都给他们画过去 让他们觉得哇这是个非常好的点子 然后就把这样的好的这样的动画就做出来了 还真的蛮棒的 而且很多东西像金鱼这些东西我是没有刻画出来 但是我只说了就是整个的水的流动 包括这个项链的走动啊顺水漂流啊 然后跟着音乐怎么做出来然后他们把它画得更加具体 更加详细更加美丽 我画的是初稿 还是要谢谢把这个成品做出来的所有的工作人员们 谢谢 余音音的缘分我想从小就开始了 因为我爸我特别喜欢唱歌 我妈妈也喜欢听歌 一个爱唱一个爱听 所以造就了我身上有一些音乐的细胞 爱情这些东西不是你讲爱就能爱的 一切都靠缘分 我会用音乐的方式来表达 我其实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感情和感恩的心 我都会通过音乐来表达 如果我可以给粉丝寄一份礼物的话 我会记缘分一生系列的那个项链 那个叉就好像是我的心字一样 希望他们心里有我 心上有我 缘分天空美丽的梦 因为有你而变得不同 这次缘分系列里面的那些项链变化颜色 其实代表的是我的一个整个对于事物 对于缘分的理解的一个转变过程 所以大家也可以多多期待 多多晚看 希望大家喜欢这首缘分海洋这首春音乐